美丽 宜珠 何丽 参加 一个花梅亚令人羞慕的地方 路门资讯 欢迎收听一节风暴消息 本欧拉正悬挂10号风球 气障局在早上9点悬挂9号风球 之后再在11点改挂10号风球 正在东望洋炮台悬挂10号风球标志 提醒市民目前的台风情况 是计去年台风天甲之后 再次悬挂10号风球 根据气障局资讯 在10号风球之下 会为本欧带来严重影响 市民切勿调以轻心 教清局通知所有学校 施立补充教学辅助中心 施立持续教育机构 和参与持续进修发展计划的机构 必须停止所有教育活动 所有教职员和学生 应该留在安全地方 密切留意最新消息 澳广市记者陈永辉报道 我们现在联络到气障局的记者 陈礼婷 礼婷,现在给你说一下 台风三处降最新情况 10号风球验证悬挂 风力也明显增强 电脑外面也横风横雨 红色风暴潮警告就仍然生效 在我身边的是气障局气障技术院 叶婷婷小姐 交给你说一下台风格最新就向 好 大家好 现时10号风球验证生效 同时红色风暴潮也是同时生效当中 我们在最新的雷达图 可以看到现时强台风山竹 正在本澳的东南偏南面 正在逐步逼近珠江口 我们已经开始受到 它的核心环流影响 预计它也即将会正面吹习本澳 为我们带来一个严重的影响 现在风力去到多少级 以及预计会悬挂到何时 按照最新的预测 现时在中午的12时 强台风山竹正集结在本澳的东南偏南 大约130公里处 正以一个时速30公里 吹向珠江口 为本澳带来一个严重影响 预计它会在未来数小时 最接近本澳 而我们预计它的风力 会进一步增强 预计风力级数会达到10至12级 我们亦可看看最新的风力情况 可以看到不论是澳门、氛仔、路环 还是大桥 我们最近这几个小时 是有一个急速的上升 而我们得到的最大普遍的站 平均风速是超过100公里每小时 而阵风是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在稍后的那几个小时 我们的风向会开始转向偏东 而转向偏东之后 风力亦会继续上升 因此我们的悬挂10号风球 会维持一段时间 也看到外面现在大风大雨 可否谈谈风暴潮和水浸情况 我们可以看看最新的潮席图 可以看到由中51点开始 这个水位其实已经开始超出路面 预计未来的几个小时 山竹会是最接近半澳 所带来的风暴潮 也会令到未来那段时间 水位会持续一个急速上升的状态 预计最高的高度 会超过了路面2米至2.5米 也是相当于一层楼的高度 这个时间也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从中午开始到傍晚 也可能会维持水浸的情况 大家要相当留意 另外可以看看红色风暴潮的影响范围 刚刚那幅图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到 内港那一带已经是路面开始出现水浸 按照现时的数据 可能出现的水浸是到膝盖的 接下来也会急速上升 慢慢达到我们预期的2米至2.5米的水浸 而其他区域也在未来的几个小时 会相应地开始出现水浸 请市民要留意自己住的区域 看看水浸的情况 气象局就预测了 低华地区会有2至2.5米的水浸 足以淹浸成年人 呼吁低华地区的居民尽快撤起 确保人身安全 我们会在此为大家观众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 谢谢 我们转到民房行动中心 我们的经验者容丽梅 就在那里 梅云 交给你讲讲最新的情况 是的 各位 我现在在民房行动中心的 在我身边的是警察总局的张建恩先生 麻烦你讲讲现在民房中心的最新消息 好 自至今天11点为止 民房行动中心总局录得58宗的事故报告 分别是澳门区录得54宗事故报告 尼岛区录得4宗事故报告 另外 根据卫生局的统计数字 在台风期间总共录得 两人因为台风而受伤的统计数字 两人分别是首部的中度骨折 以及腿部的轻伤 两人都是自行前往医院求医的 另外 在内港一带已经出现轻微的水浸 呼吁各位市民次民再前往该区了 是的 那会不会还有什么呼吁呢 因为刚才也看到有五位男女 企图透过加勒比达桥 澳门往陈仔的方向过去 是的 根据警方较早前在大桥的监控片段 发现到有五名男女 透过加勒比达桥的封锁线 走到桥峰的位置 及后 警员接触到该五名人士 并且将该五名人士大返警区贴助调查 民房行动中心在这儿严正声明 上述的人士已经将自己的安全 置身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并且有可能会构成违法的行为 在这儿再次呼吁市民 切勿作出危险的行为 尤其是在台风期间 应该尽量留在家 并且留在安全的地方 以免增加民房体系的应对能力 行政长官吹世安在民房行动中心 听取回报 海关在会上说 帝华地区已经有5,827人撤离 部分人去了申请家 另外有26个单位的住户拒绝撤离 行政长官吹世安在民房行动中心 再度主持跨部门会议 听取民房架构成员和相关部门代表 回报各项台风应对工作的最新进度 海关在会上说 帝华地区还有26个单位的住户拒绝撤离 经过昨晚的努力 我们的同事基本上就已经将我们的片区里面 5,827人就撤离了 所涉及的就现在剩下来 就有26个单位拒绝 有69位市民 这些单位基本上全部都是有些角流的 所以他们就拒绝离开 也都给他们最后一个通知 当9号公风风球会怪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都撤离不了 崔诚安说根据工作回报 可以了解到各项民房应变部署大致顺利 经过连续长时间应对台风的工作 大家都很辛苦了 根据大家刚才的回报 也都了解到目前所做的各项应变工作的部署 是大致顺利 港大的居民也都听从政府的指示和安排 高度配合 公共机构大型博企也都向政府的富裕 共同抵抗这个台风 不过我们仍然是需要坚持下去 不能松懈 部署司司长王小泽也都听取民房架构成员 和相关部门代表汇报 是会向能源发展办公室博 电力等供应正常 另外水供应和电信服务也都正常 王小泽说暂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 但随着山竹越来越接近本欧 守候会是关键时候 希望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并且呼吁部门同事注意安全 欧广市记者王家杰报道 而在10号风球之下 本澳各区的风力相当强劲 同时夹杂着相当大的雨势 多处有棚架和树木倒塌 10号风球意味着 本澳前逐风速达到每小时 118公里或以上 同时搬有强烈震风 南桂坊酒店 岸墙工程有半幅棚架倒塌 青州大马路的树叶和杂物 散落在街上 温习广场上的工程 围板被风吹倒 由高处拍摄到的画面看到 雨势相当大 而随着山竹越来越近 天气都越来越恶劣 我们在记者高比乐 现在是在内港的 洛牙 现在当地内港开始水浸了吗 是的 我现在在内港游站这边 外面可谓风大雨大 有时真的站不稳 由于10号风球已经悬挂了 内港在一个小时之内的水位 其实是急涨的 现在我们看到水位是不断上升 如果站下去已经浸过了 这个脚眼的位置了 随着相信山竹越来越近澳门之外 内港大的水位是会继续上升 在这里呼吁内港一大的居民 要撤离这里 我们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 谢谢省外的同事 而机场到明天一共有177班航班取消 受到台风山竹影响 澳门国阵机场取消至到17号 177班航班 其中16号就有160班航班取消 机场呼吁乘客出发前 跟双关架航空公司联络 航班格更新情况 而西环大桥下层行车道 在早前9号风球悬挂之后同步封闭 日本澳国各个口岸 目前仍然暂停通关服务 旅客没办法出入境 有旅客反映给的士纜收车支 治安警就说 昨晚6点到今早8点一共检控了15宗滥收车支 6宗拒载和票控两宗白牌车 本老在早上9点悬挂9号风球 民防中心说基于综合苹果和安全考量 西环大桥下层行车道同步采取封闭措施 9号风球 9号风球 当局过去也曾经在台风期间 因应安全理由宣布关闭西环大桥下层行车道 行车道关闭之后 就意味着在台风期间 居民不可以再往返澳门半岛和黎岛区 而关闸口岸、莲花口岸、跨境工业区口岸 亦都在凌晨1点开始暂停通关服务 早上关闸离境大堂门外广场聚集了一批旅客 他们想离开本路 但都吃了闭门羹 知不知道今天封了关 有女客更加是坐贵价的士 到关闭之后才知道有家贵不得 有女客就说由于没办法离开澳门 就唯有投靠在澳门的朋友 而在外港客物码头也有不少旅客滞留 没有船怎么走 没有船走不了 我来到这里也是打算买飞走的 没有人会告诉我 赌场会关门的 因为赌场 我印象之中八号的风球是开的 水这里有得供应 食物就不知道开不开了 这几间 如果开就有得吃 如果不开就没得吃 我在这里坐到等到有船 就没地方没去 即是等到明天晚上都要在这里等 都要在这里等 海事局说海上客运已经停航 各个码头整体秩序良好 旅客等候区仍然开放 有大约80个旅客滞留 应急协调小组 会继续驻守码头 向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和粮水 而避风船只茅泊情况正常 各个主要茅地 一共有大约255只船只茅泊避风 另外各个水厂生产目前运作正常 四个高位水池附容充裕 自来水公司人员继续驻守 并加强巡查和处理突发状况 澳管市记者陈永辉报道 而早上市面明显比平日冷清 不少店铺都已经关门 北域也有一些店铺望着台风继续營业 快纸机一带 在台风吹闸下人流明显少了 有杂物在街上横飞 不少店铺都已经关门 不过这间做餐店就选择继续營业 2点半才到台风 那先做事 你也担心些人没有做方式 是的 去年天鸡我都要开的 打完天鸡我都可以 卖了些东西走 有的了 那你准备都是比平时多的 少的 我少的 买完就立即走 你本身担心没有做餐 买饿 我都担心 我家都有处备粥 不过走出来看看有没有 有就买没有就算了 我现在我都准备回家了 现在刚刚下班 因为打风落业 家里没有人 所以带了一只狗 本人不是放狗 现在趕着回去 怕风势大 所以你带了一只狗 上班 是 怕它自己一个危险 是的 不要让小朋友在家 现在它都是动物 都是属于受保护 而附近的大厦都做了防震措施 在青州这里 我们看到这一辣的大厦门口 其实已经堆放了沙包 架起了扎板 如果住客要出入的话 就要经由停车场的出入口 而在探测方面 风力强劲 人流亦比较冷清 有树枝被吹倒在地上 欧广市记者 凌晴报导 全屋娱乐场在昨晚11点起 暂停所有博彩活动 政府发言人办公室说 民房中心综合评估之后 已经向行政长官作出报告 特区政府 经同六间博企协调初商 为保障场内工作人员 旅客和居民的安全大前提之下 全屋娱乐场在昨晚10点起 暂停所有博彩活动 同时博监局已经要求六间博企 进巡日前 向博监局提交价娱乐场台风应急 如案内容 保障员工和场内人士的安全和权益 提供必要的协助 尤其需要妥善安排员工 民房中心将会评估台风之后的全澳整体状况 在各保市民和各方人士安全的情况之下 急于落墙 重新恢复对外开放的时间 原来地中英气象台就继续发布 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山竹最快下午在广东沿海登陆 当地严阵以待 广东省政府发出紧急决定令 全省进入防风一级应急向应状态 山竹逼近 广东台山风力明显增强 大约7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 渔民亦都为船隻进行加固 而在茂名 不少居民把握时间 在台风到来前做好防信工作 在门口堆放沙包 中央气象台预测 山竹将会在下午到夜晚 在广东珠海到吴川沿海一带登陆 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有内地气象专家指 秋季生成的台风 较下季架台风能量更高 威力更强 呼吁民众小心应对 海温是在8到9月份达到最高 所以秋台风在西行的过程中间 由于受到这个良好的海温条件 所以它的强度一般会发展的 相对来说比下季台风要来得更强一些 像山竹这样从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个海域 往西方向移动 那么它在海上已经经过了好多天 所以它所积攒的能量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受山竹影响 广东珠江口、港澳等沿岸地区 将会有11至13级大风 即是风速每小时最高近150公里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各部地区更加会有最高达400毫米雨量架特大暴雨 广东省政府严阵以待 昨天已经宣布全省进入防风一级应急响应状态 并实施五停 包括停工、停产、停货、停市 以及省内高铁等交通服务全部停运 澳广市记者信获得 而山竹早前催泽菲律宾 铝宋岛造成广泛破坏 死亡人数增加到14人 包括一名婴儿和一名儿童 山竹昨天在铝宋卡加延省登陆 带来狂风暴雨 引致山雄暴发 多处严重水浸 大量房屋被吹倒 不少树木和电线杆也吹倒 广泛地区停电 部分地区通讯中断 部亦引发超过40宗山泥傾射 多指山竹横过铝宋期间 风力达到每小时185公里 超过6万人到地区中心站地 这场部门说 虽然山竹逐渐远离菲律宾 但由于风暴横流大 而有机会引发严重上阵或山泥傾射 影响多个省市发出警告 受到风暴影响 公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进会压后 原定今天出防菲律宾的行程 提醒大家 现在正元挂10号风球 我们会继续跟踪台风山竹的最新情况 下一次的风暴消息是1点钟 第一次两月 进行野道 正如山竹 电灵 北深旋 全是 养开